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2年12月7日 摩洛哥惊险淘汰西班牙 周二深夜 世界杯16强继续上演好戏 摩洛哥对阵西班牙 上半场比赛 博宝路加维禁区内推射集中门框被吹月位在先 马高阿兴斯奥宅角度抽射集中边网 西班牙半场战霸0比0摩洛哥 下半场比赛 丹尼奥莫罚球配合后抽射被扑 爱华路摩拉达低射划门而过 90分钟战霸 西班牙0比0摩洛哥 两队进入加时赛 加时赛阶段双方均无剑术 12马大战阶段 博宝路沙拿比亚 卡路士苏拿 杀至奥布斯基斯先后罚失12马 阿书拉夫夏基米打入制胜球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摩洛哥12马大战3比0战胜西班牙 成功晋级世界杯8强 比赛开始10分钟 苏菲安保法尔带球突破到禁区前沿 被博宝路加为推倒在的 摩洛哥获得罚球机会 阿书拉夫夏基米主罚直接攻门 球绕过人墙后稍稍高出衡量 25分钟 摩洛哥后场出球失误 西班牙抢断 博宝路加为跟进推射几重衡量弹出 随后费兰托里斯的球后再设备挡出底线 不过这球费兰托里斯也早早越位在先 26分钟 西班牙中场左路送出挑船 马高阿兴斯奥反越位前插的球 随后烫到底线前窄角度爆射 球打在边往上 33分钟 卢斯亚马沙拉奥进区正前沿起脚远射 球背门将一五西蒙扑出 43分钟 苏菲安保法尔进区左侧拿球 晃开防守挑船到后点 拿耶夫阿古特头锤攻门顶高 上半场结束 西班牙0比0摩洛哥 下半场54分钟 西班牙获得前场左侧罚球机会 马高阿兴斯奥将球一踩 丹尼奥默跟进抽射 宝奥及时扑出 76分钟 阿苏拉夫下基米带球反击 被伊美利拿普迪放到 球阵向后者出示黄牌警告 78分钟 左迪爱巴左侧45度斜船进区 防守球员头锤解围不远 丹尼奥默大进区外迎球 凌空抽射 皮球高出球门横量81分钟 尼古拉斯威廉室右路带球内切送出直传 爱华路摩拉达窄角度四传四射 皮球划门而过90分钟 左迪爱巴左侧罚球传中 爱华路摩拉达后点头锤攻门将球顶高 90分钟结束 双方以0比0的比分进入加时赛 加时赛 104分钟 阿斯电奥拿西前场带球突破后送出精妙直传 维利特卓迪拉面对门将绝佳机会推射 又西蒙倒地将球挡出120分钟 西班牙左侧45度斜传进区 博宝路沙拿比亚后点凌空电社 皮球集中力柱弹出 双方熬战120分钟互交白卷 进入十二马大战决胜负 十二马大战摩洛哥先罚 西班牙后罚 第一轮 埃杜哈密特撒比尼命中 博宝路沙拿比亚主罚集中力柱 第二轮 夏基姆靴耶智打进 卡路士苏拿罚师 第三轮 巴达冰朗罚师 沙智奥布斯基斯也没有罚进 第四轮 阿舒拉夫夏基米主罚命中 摩洛哥全队疯狂庆祝 最终比赛结束 摩洛哥淘汰西班牙进入八强 感谢你的收听 谨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有要点赞哦